今集介紹的地方可以說是 麥爾本市中心的藝術文化娛樂總會 這裏不單是其中一個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而且這裏有非常美麗的風景 這裏就是South Bank 歡迎大家再次收看我們麥爾本珠 我是沛鳳 一年介紹了兩集Dotland 現在踩著Schooler帶大家由西面去到南面的South Bank 首先我們經過橋穿過Yar River 就會到一個叫South Wharf的地方 這裏本來都是South Melbourne的一部份 到2008年才是獨立的地區 以前都是一些碼頭和船廠 現在變成D Fo 是一間大型的拍賣場 麥爾本他們也有幾間 有些想買便宜的路由於可以去到外面的 另外就來到這個 麥爾本 Convention Center 就是一些會展中心 設備一間叫Pollywoodside的船 這船就建了1885年 曾經環遊世界17次 現在亦是一個廟室,大家可以買票進去參觀一下 過了這個Convention Center,我們就來到皇冠賭場 早期來的第一二代移民,應該記得皇冠賭場在1994年開幕的時候 就在對面的World Trade Center那裡 當燕子在1996年開幕的時候才搬過去 先看看舊照片,其實South Bank是1986年重新規劃時候才設計出來的 原本都是South Melbourne來的 以前South Melbourne都是一些廠區,很多廠房、warehouse和船廠在這邊 所以是近幾十年才發展成現在經濟這麼發達的地方 現在這個地方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遊客區 遊客必度,沿著Yarwifar一路走到DFO那裡 這裡聖誕節的時候也有很多聖誕擺設 還有很多人過來拍照 沿著這裡一堆叫做South Gate 都是90年代開始發展出來的 除了皇冠賭場發展了三間酒店之外 另外這邊有一間Landham Hotel 都是非常出名的 沿著河邊也有很多酒吧和餐廳 South Gate就是一個綜合性的商場 人們都是這裡吃東西多 店舖其實比較少,都是餐飲比較多 說真的我覺得South Gate發展得一般的 整體Melbourne商場的規劃 我覺得都不太好 但大家看完這條這麼漂亮的South Bank 我們到South Gate之後 我們上回South Gate Road 這裏也是一個文化藝術的集中地 不單有演奏廳 有National Gallery 另外University of Melbourne 的Campus都是這裡的 都是主修一些藝術的科目 例如Vitual Arts Performing Arts Film and Television 都在這一邊 所以這裏是非常多文化人在這裡的 說起電影這一科 我中學的時候 其實夢想就是做一個電影的導演 中學畢業之後 都是讀一些電影製作的科目 不過就回到香港的時候 香港的電影業都開始走下坡 那時候人工很低,所以沒有入行 聽人說很辛苦 要做PA那裏開始做起 所以放棄了 就走了去做一些不相關的行業 服務性行業 所以都是浪費了十幾年時間 做一些自己不喜歡的事情 所以那時候心情不好的 上班都是病賣病賣的 沒有那種工作的熱誠 因為自己真的很討厭做那些事情 現在回到澳洲 我就非常開心 我可以重拾我的信仰 另外可以重拾我的興趣 現在拿著機器 我都是到處拍攝 做影片 自己會很投入 這件事個人會開心很多 所以我也是跟年輕人分享一下 要勇於面對前路 如果前面的路是很艱難 但是你是很想去走 很想去試的話 那一定要去試 要給自己一個機會 錢的東西不是一切 最重要的事情 你要做得開心 才會長遠 才會發展得好 我現在看完這個聖鵝德路 這邊 我們就走進去Protectic Garden 然後再轉過去 South Bank 走這條路 帶大家看一下 不過之前我們就再看看地圖 解釋一下 因為片頭那裡 我們就在Dotland 沿著河邊 沿著河邊 就是South Bank Promenade 一直走 那裡都是一些遊客區 來的旅遊景點 接著走到St Queter Road 如果住宅方面 South Bank比較安靜的地方 就是沿著St Queter Road 旁邊這個地方 這邊會比較安靜 而且升起 在Metro Tunnel 都會在這個位置 在Mambro Hill Park 那邊 可以看到這邊 環境都非常漂亮 和優雅 舊樓多 不過也不是太貴 可以接受的 管理費就不知道 你自己慢慢查一下 Melbourne市中心 這個 Royal Potenic Garden 真的非常漂亮 而且很大 這裡就夾在South Bank Melbourne South Yawa之間 佔地非常廣闊 而且非常美麗 住在這邊附近 說真的 最好的交通工具 就是 踩單車 或者踩一些電動Scooter 無論出入City 去買菜 送小孩子 上學放學 踩這些電動工具 都會快很多 開車 第一 有塞車 有難拍位 所以 市中心的好處 就是 在這裏 踩著 電動單車 四處都可以去到 而且 天天在附近 踩都是一種 非常享受 現在繞到這邊 之前介紹過 我們右邊 是一些 South Yawa 比較好的住宅區 我們現在沿著 Potenic Garden 的外圍 繞一圈 接著 就會繞到 South Bank 想帶大家 看看 附近的環境 這裏 沿著 Yawa River 非常漂亮 之前都說過 這裏經常抄牌 走四十 大家要小心 重要的事情 講三次 我講了兩集 還要再介紹一集 都是 照樣說的 我剛才被人抄了 一張 480 多謝 這裏的佛款 真是非常昂貴 這裏 剛剛走這條 Alexandria Avenue 就是一條 非常繁忙的通道 現在進入了 South Bank City Road 這裏的交通 是非常繁忙的 因為這條道路 通往南邊的 South Yawa 亦都可以去到 Olympic Park 跟著就是 東邊的 Richmond 一路往西行 就可以去到 Port Melbourne 亦都可以 轉左 上這個M1 Highway 去西邊 好像 Varaby Gelon 方向 所以這裏是非常忙的 這裏的位置 現在帶大家 由CBD 走另一條路 進入 South Bank 會走 William Street 跟著 穿過 Queens Bridge 跟著 進入 South Bank 這裏 一直進入 就會見到 王冠賭場 現在是2023年9月 這兩個月開始 市中心 有一條路都封了 好像 La Trobe Elizabeth Street 有一部份 都封了 所以現在 是大塞車的 市中心 整人到 好像 未來一年 的情況 都是這樣 所以 這一年 進入 市中心的話 真的 或者 坐火車 會比較方便 如果 你在South Bank 的話 就 坐電車 進入市中心 都很方便 現在 我們又回到 City Road 最繁忙的 路段 附近 兩邊 都很多 新的住宅 大樓 現在最有名 就是 108 是整個澳洲 第二高的大廈 右手邊 第一棟 Eureka Tower 本來 2020年之前 就是 Melbourne第一高樓 然後被108 取代了 左手邊 這個 叫Melbourne Square 一會兒 就會 介紹給大家 這個 這個角度 看上去 好像是最高 其實就不是的 108 比較高 108 門口 外面 有個 是新的 歷奇設施 挺好玩的 我女兒很喜歡 來這邊 玩的 不是每個小朋友都玩到 有一點難度 這裡 就要練習一下 不過這些 這麼高的樓 其實 你說好不好 住呢 我又看到 有些新聞說 包括這一棟 住在高層 那些 據說一大風 那時候 那棟樓 很大陣 大家可以看看 一些報道 我們現在去到 這個 South Bank Promenade 的後面 剛剛經過 Landham Hotel 的正門 我這樣 是 讓大家 在不同角度 都看一下 這個 South Bank的主港島 我們現在又 來回這個 108 這個 光線 充足 大家看得清楚 這個108 對面 現在BMW的位置 接下來 都會建一棟 就是 全澳洲 最高的大廈 不過現在 暫時未動工 這棟建好之後 就會取代 這個 Queensland 第一高樓 成為全澳洲 最高的大廈 所以 在South Bank 幾棟大廈 都是 在澳洲 是 數一數二的高樓 最後 一定要 介紹 這個 在108 後面 Landham Tower 這是 Melbourne Square 2021年 落成 這個 號稱 是 維多利亞省 歷史以來 是 花錢最多的 地產發展項目 第一期 2021年 落成的 兩個 Tower 就是 住宅樓 總共有六棟大樓 其中有四棟都是住宅大廈 有一棟是 辦公室 另一棟是 酒店 這個 無論是 地理位置上 以及 發展的 規模 我覺得 是 South Bank 最理想的 項目 現在 新落成的大樓 裡面的Clubhouse 都是 非常齊全 以及 美麗的 其實 比較適合一些 新移民 有老人家的話 住宅居 他們 比較開心 因為 很多東西 玩 自己的Clubhouse 也有很多地方 可以享受到 下街 又方便 插電車 巴士 在附近 他們 不用駕駛 都可以 住 郊區 那些老人家 真的 會 會孤獨 新樓 一定貴 不過 如果 一房 四十多萬 都有 其實 比香港 那些 超值 當然 如果你 一家人 四五個 的話 居住會 比較貴 三房 都 要 過百萬 過百萬 我就不會買 校網方面 小學 就有一間 South Melbourne Primary School 中學的話 有Port Melbourne 這間 學校 都是2022年 才落成 所以 新學校 新學校 設施 就一定 非常棒 而且 這些是 單棟式 的學校 好像香港 那些 比較 新型的 非常 現代化 裏面的設計 很多家長 來到澳洲 都是擔心 學校 所以都會去東區 其實 麥爾本最大的 環區 就是市中心 如果市中心的學校 其實 都是非常好的 我覺得 因為 住在附近的人 都是 上班一族 都是 比較有文化的 以我接觸到很多人 都是 質素都很好 那些家長 好了 今集做到這裡 差不多了 下一集 我們會走到 South Melbourne 之前都說過 其實South Bank 本來就是South Melbourne 所以 下一集 我們會走到那邊 看看 好嗎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